今天要介绍的书之一就是领导变革 魏式魔推荐此说 原因有二 第一 我们所处的时代瞬息万变 企业无时无刻不再面临着挑战 有人说 现在是乌卡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 房卡其实是由四个英文字母组成的 Vukov指的是未来 变化是指不确定 C是Complexity表示复杂 A是Beauty意思是模糊 在这个不断变化 不确定 复杂 模糊不清的时代里 企业和个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有很多关于变革的书 但为什么推荐约翰科特的书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 领导变革 曾被时代杂志评为 前25大管理书籍之一 书中提出的许多理念 原则和方法 已经在商业实践中屡见不鲜 约翰科特本身就是一位 了不起的人物 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 全球知名的领导大师 好吧 现在让我们看看书里 到底讲了些什么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本书的总体结构 领导变革 本书的结构并不复杂 内容围绕着企业如何成功实施 变革这个中心问题展开 约翰科特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种是组织变革成功与否的原因 另一种是正确的领导变革 这两件事是怎么回事 这是本书的两大部分 首先我要问的是第一点 决定组织变革成败的因素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从本书的题目说起 为什么领导变革而非管理变革 书中有个典型的例子 一家银行成立了质量改进工作组 以应对竞争的压力 任命人力资源部主任克莱尔为组长 然而他刚上任就遇到了麻烦 三个部门的经理都不愿意参加这个工作组 同时被借掉过来的成员 也是千方百计地找着各种理由 渐渐地团队里的人开始结成了小团体 矛盾重重 现在还来得及 工作组成员和业务经理之间 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所有的建议都没有得到采纳 再过一年半猜怎么着 工作组不得不解散 这样的场景在企业里屡见不鲜 每一次变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出现 科特发现这是因为改变的方式不对 改变无法被管理 只能被领导 他认为管理与领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管理的目的是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 但是领导的目标是不同的 它是领导一个组织建立新的体系 并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因此它着眼于愿景 激励人们克服困难并实现目标 简单来说 管理重感情 领导重感情 如果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 以这种方式推动变革 只会导致失败 变革本身也是建立新制度的最大障碍 在于原有组织的惰性 尤其是人的惰性 要成功地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所以请记住这一核心思想 成功地改变是由领导推动的 而非管理推动 第一个问题到此结束 让我们进入本书的核心部分 第二部分 如何正确地领导变革 首先要牢记两条原则 一是领导比管理重要 二是领导与管理两手抓 如何领导变革 科特提出的八个步骤环环相扣 每一步都不能少 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让我们先熟悉一下这八步 分别是 第一步建立紧迫感 第二个阶段是领导团队的组建 第三个阶段是制定远景战略 第四个阶段是沟通变革的远景 第五个阶段是善于授权 第六个阶段是积累短期的成功 第七个阶段是深入变革 第八个阶段是把成果融入到文化中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这八步到底是怎么做的 第一步就是要有紧迫感 首先是一家大制药公司的业绩并不好 销售收入和利润都在下降 这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 先是大规模的裁员 士气低落 然后是客户的投诉和投诉 这让投资者们人心惶惶 纷纷要求撤资 但奇怪的是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这些公司却一点压力都没有 更别说改变了 管理层会议照常开着 不过讨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旦涉及到真正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么抱怨 要么回避 为什么会这样 事实证明 这家公司过去的业绩很好 经理和员工都很有信心 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改革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 那么如何建立紧迫感呢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走出去 一条是找差距 走出去 就是去市场 去找客户和供应商 听听他们的想法 看看市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自满情绪 通常是因为信息通道被关闭 而没有新的信息 可以纠正他们的偏见 只要走出去 他们不仅能亲身体验到这种冲击 还能了解问题所在 原因所在 找到出路和机会 而找差距 就是要做各种比较 跟竞争对手比 跟客户比 跟自己比 这样才能制造心理落差 激发大家的斗志 无论是走出去 还是找差距 都是为了让人们正视现实 激发紧迫感 有了紧迫感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组建团队 即领导变革的第二部分 组建领导团队 如果有一支强有力的专业领导团队 改革将会成功一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领导团队 怎么选 科特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思路 叫做四加二模式 这里的四指的是 领导团队需要四类人 也可称为四有 即有权 有才 有德 有利 有权有势的人通常都是关键人物 尤其是部门经理 他们能为变革扫清障碍 而有才能的人就是专业人士 能提供各种信息 提供专业意见 做出正确的决策 有些人甚至有很好的信誉和声望 能影响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 有利因素指的是领导能力 特别是那些能够推动改革进程的 有经验的领导人 这些人通常是企业中的实干家 有实力的人聚在一起 并不代表他们就能组成一个团队 强者跟强者联手 很可能谁也不服谁 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相互信任 二是目标一致 建立信任最快的方法 就是经常深入交流 比如一次集体度假 在信任基础上达成共识 会容易得多 大多数时候 团队成员都会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 而不是因为他们不认同共同的目标 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任身边的人 同样的 共同的目标 特别是有挑战性的目标 可以让同仇敌忾建立信任 所以 有了私人人才 有了信任 有了共同的目标 就可以组成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 领导团队达成共识 这是很重要的 但还远远不够 这就需要设计远景策略的第三部分 什么是远景 听起来好像很虚的样子 但真的有用吗 约翰·科特的态度很明确 远景不仅有用 而且很有用 他说 远景是一幅未来的图景 它给所有人提供了奋斗未来的理由 具体地说 远景具有三个主要功能 一是指明变革的总体方向 二是激励人们采取行动 三是能快速 有效的协调行动 简而言之 清晰和广泛认同的远景 能使所有人停止争动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能看到很多公司都不缺乏厌倦 但似乎没什么用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样的远景才能有效 这一点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 有效的远景符合以下三个标准 第一 愿景应该能被想象和解释 你可以做个测试 如果你能在五分钟内 把愿景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讲清楚 那么这个愿景就会有效 第二 远景应该值得去做 并且可行 看不到实现愿景和实际结果的可能性 人们不能持久 因此 有效的远景常常设定里程碑 及阶段性目标 并向所有人证明这些目标 是可靠和可以实现的 第三 愿景需要有足够的聚焦和灵活性 聚焦就是告诉人们 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并且要有一定的弹性 能够跟得上变化的环境 说完这些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什么是有效的 下面是一个保险公司的愿景 我们的目标 是在十年内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里的领导者 指的是更多的收入 更高的利润 更多的创新 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实现收入和利润增长两位数 我们会把更多精力 放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上 减少官僚主义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服务型企业 而非产品型企业 人生规划清晰 十年内成为行业领军人物 目标明确 收入 利润都能达到双位数增长 还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那就是聚焦国际市场 改变官僚主义 成为服务型企业 这些简单明了的描述 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 有了远景规划 如何才能被所有人接受 这是第四部分的变化 沟通改变的远景 想要让所有人都认同自己的理想 并不容易 但这是必须的 怎么办 没办法 只能交流 再交流 如果想要快速 有力地传播 可以采取建立控制点的方法 第一个控制点 就是沟通内容 简单直观的内容 更容易传播 首先 我们想要设计出 更多不同的 被广泛认可 口碑良好的产品 这些产品 能卖出很高的价格 并且能产生很高的利润 听第二遍 我们将成为行业的苹果 而非小米 显然 第二个版本更有说服力 第二点是沟通方式 有研究表明 企业关于远景的交流信息 不足总信息量的1% 而且 人们每天都很忙 根本记不住自己的愿景 所以他们 需要通过各种媒介 比如会议 海报 备忘录 内刊 网络 甚至是人际对话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强行灌输 尤其是人际交流的时候 双向平等的方式会更有效 第三点是以身作则 而行动 就是最好的证明 比方说 企业提倡削减成本 但高管们出差时 却坐着头等舱 和五星级酒店 你有何感想 你一定会认为 这是一种假象 科特说得很清楚 破坏远景沟通的首要杀手 是领导者的行为 不同于远景 因此 变革领导者必须言行一致 以身作则 有了远见 就相当于统一了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就是努力了 实干的第一招 是善于授权 也是领导变革的第五部分 让我们从失败开始 而弗兰克 则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 而弗兰克 习惯了发号施令 根本听不进去员工的意见 只能无条件服从 很快 部门内部就出现了分裂 一部分人选择了新的计划 但是更多的人 却失去了对改革的信心 像弗兰克这样的中层管理者 比比皆是 他们不愿改变自己 因此成为改变的绊脚石 这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是个人的原因 另一方面 则是组织本身的原因 也就是组织本身的结构 规则 技能和文化 那么如何才能扫除这些障碍呢 一般来说 要从三个方面推进 一个是结构调整 一个是改造 一个是提升技能 还有一个是授权 首先 要进行结构调整 组织结构 其实就是权力结构 不同部门 不同级别的组织 权力也不同 调整结构 实质上是权力的再分配 实际上 拆分掉中层 合并部门 将组织变得更加扁平 更加容易协同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正如华为所说 要让那些能听到炮声的人 来做决定 因为一线员工对市场和客户的了解更多 因此 他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 第二点 就是转制 重点是 人事制度的调整 比如 绩效 薪酬 晋升 考核等等 都涉及到了所有人 所以员工的行为 都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企业要员工支持变革 就必须使用这些指令 比如我们公司提倡客户至上 但是考核的时候 只有订单收入 而不是客户满意度 所以销售人员只关心产品的销量 而不关心客户的使用情况 第三点 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新目标 新岗位 新业务 都需要新的能力 因此 企业必须不断提供适当的培训 以帮助管理者和员工掌握新技能 比如前面提到的部门经理弗兰克 他需要通过培训来改变自己的习惯 同时提高紧迫感 请记住 授权授权是领导变革的关键一步 通过结构调整 制度转换 既能训练 变革愿景 才能转化为集体行动 前面已经说过了 愿景是梦想还是梦想 看短期内能不能看到成果 这是第六部变革 积累短期胜利 约翰科特举了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汤努森是一家资产17亿美元的建材公司的总经理 隶属于一家集团公司 杀完人后 他想出了一种全新的想法 那就是通过开发新技术 利用性价比高的建材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 第二年 公司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个愿景 第三年 公司开始大规模的推行新产品 新培训 并购 组织变革 大干一场 可是汤努森在第四年就被辞退了 不仅新的措施 失败了 业绩大幅下滑 经理们纷纷离任 员工士气低落 这是为什么 在汤努森任职四年期间 他的财务指标几乎一向都没有达到 换句话说 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 企业变革并没有给员工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甚至连短期的成功都没有 短期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使所有的人都相信 为了愿景的付出是值得的和有效的 并且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变革中去 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不断取得短期胜利 能够确保企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从而赢得未来的胜利 那么 如何取得短期的胜利呢 再来看一家保险公司 准备在四年内完成一项大规模流程改革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 领导团队制定了三个计划 一是部门经费一年内大幅减少 二是让顾客尽快看到流程改进的效果 使顾客满意 三是组织结构小型化 激励员工士气 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 该公司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不仅做了两年的运营预算 而且还指定了专门的负责人 每隔两个月进行一次评估 这家保险公司的做法很管用 他们认真的规划了短期的胜利 制定了具体的计划 制定了具体的计划 也就是说 所有计划都要有目标 时间 行动 负责人和检查 通过这一有力的管理措施 我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短期的胜利意味着改革的开始 但并不成功 成功的变革需要持续的胜利 这需要第七步推动变革的深入 约翰科特提醒所有领导人 他曾说过 改革有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一旦松懈 就会失去动力 并随之倒退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 比如管理者的更替 比如竞争对手的出现等等 但是短期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变革会不断地挑战 人们的动力也会不断地衰退 那么 怎样才能推进改革的深入呢 这需要深入挖掘阻碍变革的深层原因 通常有两点 其中之一就是部门间相互依存 而企业本身就是一套系统 客户影响销售 销售影响生产 生产影响研发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部门之间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 这种紧密的关系往往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阻力 这意味着 变革绝对不是局部的变革 而是系统性的变革 无论从哪个角度 哪个层次开始 都必然导致整体的变化 因此 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 一项改革措施根本不管用 有时需要十几项措施同时进行 十几个项目同时进行 风险很大 如何控制 科特认为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是让公司的高层负责全局 同时也要下放一些管理权 这样的话 高层负责提供信息 制定目标 管理进度 协调沟通 中低层负责执行 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说起来 推动变革的过程充满了变数 谁也说不准 照搬照搬就能成功 就连约翰科特都做不到 因此 他给出了一条非常有用的建议 那就是领导力在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换言之 在改革深水区 领导力决定成败 第二个阻碍变革的深层因素 是企业文化 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进入第八部领导变革 把成果融入文化 什么是文化 它指的是公司的行为准则 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共同价值观 如果企业的文化远景不协调 将会导致变革的倒退 那么如何打破文化壁垒呢 约翰科特给出了简单明了的答案 那就是文化升级 首先 我们面临着两大挑战 文化是无形的 如何识别 第二 新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举个例子吧 有一家工业设备行业的领军企业 拥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这本书的创建者 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 到了1980年 足足有六本 每一个员工都相信 只要按照书上所说的去做 就不会有错 但是随着行业的变化 客户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他们需要更快 更方便的服务 但是随着行业的变化 客户需要更快更方便的服务 1983年 这位新任CEO进行了一次变革 放弃了老师的手册 采用了一套简洁实用的新规则 紧接着 他在年会上向所有人保证 我们会继续坚持顾客至上 但一定要做到最好 同时 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最终实现了文化变革 这件事告诉我们 要塑造新文化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尊重文化的延续性 保留好的基因和价值观 二是要改变行为 产生实际效果 让人们相信改变是有意义的 总结一下 要想把成果融入文化 需要掌握两个关键点 一是通过行为识别文化 二是通过结果展示 行为改变的价值 因此 约翰科特才会说 文化改变只是行为的结果 而非原因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到此结束 关于改变 有个基本的公式 变化等于动力减去阻力 成功的变化 应该是不断地增加动力 同时减少阻力 当力量远远大于阻力时 组织就会处于上升的过程当中 按照这个公式 改变八个步骤 就是不断创造成功 是能量的过程 第一步 紧迫感就是要增强变革的动力 减少自满和恐惧 第二部分 组建领导团队 是为了增强改革者的力量 削弱反对者 第三步和第四步 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去改革 第五步 则是为了清除组织结构 人员和关键岗位 为改革铺平道路 第六 第七步是成果的力量 只有不断积累短期胜利 不断推进改革 才能取得长期胜利 最后一步 指明了改革真正成功的途径 就是要将成果融入文化 因为新文化的建立 才能产生持久的力量 领导变革 这本书就给您解读到这里 明天见